大家好,我是四十年华,回家的第二天啊 大清早的又来说说这个破车了 车子停在这路边 喇叭,之前在那里,喇叭没修好 大家看看 这我自己弄的 用胶把这个线啊,给粘住 然后这边的线 粘到这里 大家看看 响了啊 昨天啊,跑了好几个家电维修那里 说啊,现在没人修喇叭的 我也没办法 网上呢,自己看视频教程 修着喇叭的 反正是把它给捣鼓好了 但是有啥说啥 这个线啊,不太行 应该用那个音响专用的编织线 这个阵阵我估计还会震断 这是普通的线 正常这两根线啊,是接里边的啊 但是我这个手艺不太行 里边太过狭小 只能把这个,用刀把它给剥开 粘在这里了 好了 这是我车上拆下来的两块电池 把它给处理了去 我那两块电池 先放到这个电动车这里了 她帮我卖 这媳妇来了啊 帮忙给整理整理 然后把这个图给擦擦 你擦不擦过 先先先把那个不要的 该收拾收拾 然后上午再擦 等会还要做饭之后还要远 行 这媳妇收拾了一会儿啊 你看果然 稍微整齐了一点啊 不然我乱得很 太乱了 卖了两块电池 这里还有两块啊 这个呢 是去年的生产日期 我觉得 应该还是挺好的 卖废品太可惜了 先留着 放在家里 这一块 一百兰 一点二度电 重得很 擦得很好啊 就这样擦 知道吧 嗯 嗯 就得这样擦 你夸着我 我干着活了 就是越干越带劲 哈哈哈 这是不是有没有竖起来的 没有吧 自己找个绳子绑起来 这一擦果然就干净的点燃了 是不是 是呀 我这衣服可以吧 可以呀 衣服立大功了 衣服当抹布 然后我把那个音响给修好了 你修好了 你会修 我肯定会修 现学现修 等一会儿不干了 可以开个气球布 啥都修 现学现修 你看你不开心不快乐 还抽起泪头 你对我诉说着你善良 很解决的吻 要不要吸尘气吓我 没事 拿过来也是 我从难的出风 你写起在我眼前 开开这辆幸福的快车 沙拉拉拉拉 沙拉拉开起你的头 哇 沙拉拉拉拉 沙拉拉拉拉 经过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清理 目前 出见成效 原来下午还得收拾吧 太脏了 太脏了 只是把大伙吃了一下 大伙看看 整整齐齐的了 比之前强多了啊 之前的话那上都上不去 把两个学生啊给接回来了 然后媳妇呢 正在包饺子 要吃饺子了 很好包的 还两种馅 咱们家就四口人 还那么多馅 馅多好吃 行吧 这是啥菜 韭菜 寄计菜 怀花是吧 现在还有怀花 春天的像冻在冰箱里 行 很好 水已经开了 开始下饺子 朋友们 依旧是高压锅 高压锅下饺子好吃 真的 我现在在河南啊 中原地区 这里呢 没有什么海拔 但是大家啊 可以高压锅煮一煮 煮完第一次 以后呢 你就次次用了 很好吃 上汽 半分钟 就浇水了 不错 捞吧 没有一个烂的 哎 烂了 不烂 烂了 勺子下去弄乱了吧 不知道 还能为一勺下去 他就会这看见 今天就是吃饺子 没有吃其他的菜 味道怎么样啊 好吃 好吃就行 一人一盘子 好 好 我来烫饭 难吃 行 朋友们天冷啊 尝尝啊 嗯 这是 桂花馅儿 不错 蘸这个汁 再来一个 嗯 好吃 吃饱饭 继续收拾车来 咱咱 嗯 这是主要的 吃饱喝足 小孩也送到学校了 开始干活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干起来 你是主力军 你是 我是杂牌军 今天 你是主力军 这家里边拿的 不穿的衣服 加油 加油 把袖子扁起来 这家 啊 不是 袖子扁起来 明明 哎 媳妇把袖子扁起来 已经是马甲了 怎么扁 扁起来干活 利索 人下一度的 扁起来快乐 他得太干净了 他得太干净了 我打算把这个座椅 这个座椅一共有两截 你看这一截 这一截 等等把这截给拆了 用不上啊 没有那么多人 但是好像太长时间没拆了 拆不好拆 哎呦 哎呦 不行 有巧劲吧 哎呦 哎呦 这好费劲啊 这 出来了没 嗯 这个拿回去 要这么长也没用 有的做味就行了 把咱们家的宝贝给拿出来 放在车上 宝贝不能收 来 炉员很大呀 这炉子啊 就是 大不大 大呀 走 这炉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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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来说抬过去的 实在是太重了 运输过去 主要是你手无腹肌之力 有点 这个方法有点小 好 再放这里 好 好 这 坐在这里刷个炉子就暖和了 那是不是有点高呀 那当然 如果你这么高 你吃个菜在上面还是挺好的 炒个菜 那这个座位不是不想要的 哪个座位 就这个 座位反正不做人 我放个东西也行啊 就这么大个炉子烧起来 不要给它烫 烫 坏了 没事 扎个板子 就这样子 它也不平啊 这样就平 那这个沙发座 你放那个桌子那个位置 试试 这中间那个空 嗯 那说话这里也没法做人了 你先试试嘛 有水有力是不是 放这里啊 这家车子烧嘛 这样不是挺好的 这样烧啊 嗯 让我出水让开 你车子做嘛 怎么做都行 最主要是 要把这个火给它烧 烧起来 这一堆火 我有这架 对哦 好 真是刚刚好 这不就这个样子啊 咋样 可以啊 这比放座位上好多了 就放在这里啊 是啊 这个你开车还不用抵下来 不然那个还得抬下来 朋友们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老婆说的火炉桌 这边也挺好的 是啊 我这里就坐 吃个饭啥的也能吃 再往里边一点 是啊 炒个菜 刚好这有窗户窗户打开 烟囱从这里一伸出去 怎样啊 可以啊 比你放在沙发上好多了 这个样子还不会烫坏沙发 比放沙发上好 嗯 你放在沙发上的 你行车还得给它抬下来 就这个样子啊 嗯 行啊 那不然就这个样子吧 这烧的话 刚好上面还有个天窗 天窗一打开 这不就是稳稳当当的 嗯 可以 大不大 有点大吧 有点大 但咱们这车里面积大 跟一个房间一样的 越大 越暖和朋友们 炉子就这个样子了 越大越暖和 先不要考虑炉子 那么冷的地方 炉子是不能解决的 要买那个什么极寒服 衣服是吧 嗯 炉子烧起来的里边穿短袖也行 我小的时候就烧炉子 在青海烧炉子 那你不出门吗 暖和的很 那那煤怎么带啊 煤的话 哎呀随便了 这随便 哪里有卖煤的 煤的话出去就买到了 嗯 不行的话就捡 捡柴火烧 到处都是柴 又来到了五金店 看看这个炉子 我那感觉有点大 这个就小了 小的多 中间是圆形的 你刚是看的怎么样 我量一下尺寸 他们那个高啊 都是六十厘米 咱们这高还低一点 咱们是五十七厘米 然后宽度 他们的是五十 咱们的不到五十 咱们就是长一点 咱们的是七十五厘米长 他们长度的话大概六十 到这里 你说咋弄 那就这个吧 买那么多炉子干 哈哈哈 家里两个炉子不盼色 就这个啊 这个可以 反正放在边上 烟囱伸出来 伸出来伸到外面去 这个炉子啊 是从青海带过来的 本来说啊 装在那个中巴车上啊 用一用 但是这一路上 当时也是夏天嘛 晚上就有点冷 白天还可以 一直也没有用 一直 拉了有个两千多公里 三千公里吧 把它拉到家了 可以可以 咱们这个炉子确实重 这以前的质量就是不一样 现在炉子啊 清了很 哎就这样吧 好 媳妇满意不 还可以啊 我这个想法咋样 我看你把裤子烧了 裤子烧坏 嗯 裤子烧不坏 不怕烧 你不是说一碰了就要起炮 那是烧的通红了 那一碰了的话 就烫得很 你看你现在都摆着裤子了 那我这边坐一点吧 我怕你不小心把裤子烧得多 没事 朋友们这也挺满意的啊 这个放在上面就不怕冷了 这个再擦也是黑的了圆圆 不整就是 收拾完车理了个发 这就利索点了 现在去接小孩了 放学了又 两个学生又接回来了 媳妇又在包饺子 看我这发型怎么样 太短了 还可以啊 放我 这冬天的话 我让他整个长一点 这还短 你看我这